这时情况危急 吴定远若要倒在冲死的摔下 必然暴露全身要害 敌手必会趁机通下杀手 他临危不乱 半空中提起真气 身子一个翻转 两脚向地 稳稳朝下落去 萨摩本要上前抢弓 却险些给他的脚跟砸中头顶 大惊之下急忙往后闪开 萨摩呆呆望着吴定远 似被他的怪异伸手吓呆了 他愣了半嗓 这才发出狂吼 使出摔脚技法 又往吴定远抓来 他见对手打不死一般 连着几次爬起再战 已是恼怒至极 汤再不出生平绝血 将吴定远的颈椎以此扭断 却要如何出这口恶气 扑扇大手抓来 不知隐藏多少厉害后招 吴定远身处危境 但他武学根底有限 要他如何看得懂 这些独门摔脚技法 安道经虽然见多识广 却也猜不透萨摩的招式 想要提醒吴定远 却不知窍门何谈 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 生死之际 萨摩的身形闪动 一踩眼前 吴定远虽然静腿如电 但眼前这人脚法太过难测 忽左忽右 实在不知该往何处闪躲 正犹豫间 萨摩也来到身前无耻 手掌根摸上了吴定远的后颈 吴定远情急之下 也想不出什么绝招与敌 索性运气失传拳法 一招开门见山 便向萨摩面门打去 这招开门见山平庸可比 便连出席者的孩童也能使出 当此高手决战使出 实在太野难堪 萨摩仰天狂笑 便要侧头闪开 跟着扭断吴定远的颈子 猛听静风嗖嗖 势道雄烈 全速快得惊人 稍一眨眼便至鼻梁之前 萨摩大吃一惊 不知这拳怎能这般快发 看这一拳力道如此沉重 若要正中脸面 五官哪还能保 怕连眼珠都要给打枪出来了 害意之下 顾不得下手扭断颈椎 当下急忙放手 侧让一步 吴定远大叫一声 又是一招开门见山 再次对着萨摩进攻 这一拳伴着猛烈风声 竟比上一拳还要竞技快速 萨摩剑无法可挡 只有靠着独门步伐 如水蛇般侧身绕开 安道经站在一旁观看 眼看五定远接二连三 逼开敌手 全是仗着拳脚奇快 武功本身倒甚至幼稚 只因他胜负真龙之体 凡俗招式到了手中 便比常人快上千百倍 仗着这个筷子 敌人自然难以抵挡 也是为了这个筷子 那时华山上 以宁不凡剑法之精 尚且无法制服五定远 安道经心下了然 以致萨摩招式再奇再怪 也要区区下风了 只见五定远再次挥拳 又是一招开门剑山打出 萨摩给五定远的怪招 连番纠缠 早已兴服气躁 再见了这招开门剑山 忍不住大怒于狂 他苦练无数技法 哪知却敌不过区区一招开门剑山 他拐脚一声 也是一拳挥出 朝着五定远的拳头击打过去 两拳对撞 那是硬碰硬的真功夫 绝技无法取巧 萨摩仗着自己力大无穷 生平从无敌手 对方若要以力较力 那是正中下怀了 二人拳头尚未交锋 已听爆裂声不断 却是两人拳头间的空气 受猛力激速挤压 便如拍爆纸带的声响一般 足见二人拳上的真理 何等惊人 双拳对撞 爆出轰然巨响 只听萨摩立声惨豪 右手五指心血四溅 直接经遭粉碎 萨摩生性汉勇 虽然重伤 却无退缩之下 只听他怪叫一声 飞脚踢出 直朝五定远面门而去 五定远邪声闪开 猛然间萨摩一声冷笑 胸膛一挺 十来枚钢镖从怀中飞出 全数射在五定远身上 这下变故呼气 只怕安道经 砍得目瞪口呆 那时萨摩给他请主 想他宗师身份 也不会暗藏什么暗器 便没搜身 没想到这人卑鄙成性 身上居然暗藏这等玄机 倒真是料想不到了 看这些铜镖 色作珠虹 壮作石子 定是燃满巨都 可怜五定远 定要性命不保了 此时五定远双目紧闭 身上满布钢镖 安道经停止 唇忙齿寒 大事一去 他虽与五定远有戏 但两人此番共同与敌 无形中也生出了一番情意 忍不住撇开头去 叹了口气 撒摩哈哈打笑 他被五定远打得冰心脸肿 心中狠疾 但最后 自己终以卑鄙招式 打败强敌 打打折住他一番 倒也算是跨意 他踏步向前 照着蒙古习俗 便要将五定远的脑袋揪下 好来当作战利品 正要下手 忽见五定远双目睁开 惊光暴射而出 冷冷地道 金贼 你如此卑鄙无耻 可别运我下重手了 萨摩见他身中毒镖 静而未死 直如怪物一般 只惊得他连连低吼 往后跳开一步 五定远昂起头来 仰听狂笑 内力到处 身上钢镖竟给震落在地 安道经睁眼望去 只见五定远身上伤口甚浅 看来他有内力护体 不曾给伤了要害 这场龙睁虎斗还有得打 五定远双目还睁 将铁手除下 立声道 金贼 正以为我不敢杀人吗 今日让你见识 吴某真正的本领 时镜黑夜 五定远怒目望向洒摩 只见他右臂弹路 零零瓷碧悠悠声光 好似什么鬼怪一般 萨摩不知这紫臂的底细 只愣了半赏 便又赏千强攻 五定远仰天叫道 虚空子 三次喊出 右掌挥出 一道紫光里掌飞出 正是披罗紫气的 骑手势 虚空子 天山传人 首次使出正宗武靴 紫光闪阔 只听啊的一声惨叫 萨摩抱住了脸 只在地下打滚 安道经揉着双眼 目瞪口呆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五定远站在一旁 冷冷地道 我虽不知你是何方神圣 但你几次痛下杀手 行之卑鄙 今日不经历就地正法 不知要害多少人 说话间 举起右臂 望之如同龙爪 此刻胜负已然分晓 五定远铁手在身 萨摩一剑不敌 何况他静出枷锁 龙爪奔出 萨摩知道 敌人武功远在自己想象之上 他不敢恋战 纵身便往殿外奔去 五定远哪能放过他 双足一点 并也追了过去 安道经拾出墙头草 一件有片一颗解 并也急急尾随出殿 浮出客殿之外 只见萨摩随手一抓 手上堵了件东西 五定远错额之下 只得停下脚来 萨摩手上抓的 不是什么神兵利刃 而是一名老人 一名穷困无辜的老年乡名 萨摩黑黑一笑 勒住那老人的颈子 目光大见凶残 只要五定远上前一步 他便要扭断着老人的颈椎 看来此人卑鄙无耻 冤在寻常金途之上 萨摩嘶嘶冷笑 手指着五定远 示意他往后退开 五定远不敢违背 向后退了一步 萨摩见计谋得逞 嘴角稀奇 正想着出奇制胜的险招 便在此时 安道经也已奔出殿来 他猛见那乡名的脸 便是一声惊叫 啊 刘总管 你怎么也在这里 萨摩听了刘总管三个字 不由得微微一愣 便在此时 怀中那老者笑道 呵呵 安统领啊 好久不见了 话声未必 那老者手指快如闪电的点出 直吵萨摩小夫 扎萨摩吃雷鲸 不及防备 煞食小夫已受暗算 这只真力强刃 灯食穿起而入 饶那萨摩内宫身后 也是收支不起 一时面色如此 两手便松了开来 萨摩心机再生十倍 哪能料到 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穷酸老人 竟是堂堂京城十二斤之手 身怀绝迹的兵逼太监 刘京 一个不慎 身上灯食重伤 已是单膝跪地 眼看刘京还要抢功 扎摩大怒之下纵身狂吼 只向刘京冲去 武定免吃雷鲸 深怕刘京敌他不过 正要上前助阵 刘京却微微一笑 向他咬咬手 便在此时 两方冥房传来呼啸之声 屋顶上黑影闪动 跃下了两名突顶男子 武定员恍然大悟 才知刘京早有万全准备 那两名扶兵身法快决 一左一右 便与刘京三人合力强攻 此时萨摩的右拳 已给武定员打碎 手指断折 许多摔脚技法难以使出 武公子是打打折扣 那三人身手又是高明之志 此起彼落 攻势如同阵法 萨摩先前受了刘京一指偷袭 胸腹已有内伤 纠战之下 全身气力渐渐不济 又过了几招 身上接连中掌 他悲声嘶吼 犹在做困兽之斗 刘京等人毫不放松 接连抢攻 终于刘京一掌 硬上了萨摩胸口 将他打倒在底 一动不动了 刘京知道 萨摩狡猾异常 当下使了个眼色 一名秃头男子 伸直出去 又朝萨摩前胸后背 挤出药学点下 以免他故作姿态 又抱起伤人 此战 东厂 景一卫同时出手拿人 孰高孰下 一目了人 安道经站在一旁观看 心中也敢惊叹 登机陪笑道 刘总管神功盖世 真叫小人 打开眼界了 他虽是江西大将 但只有江冲不太长 他对刘京可是千一百顺 马匹十足 就怕得罪一点半点 刘京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道 安大人哪 人家陈玄留得两人身受重伤 你却跑得不见人影 安大人的精神功夫 可真越练越高呢 安道经脸上一红 知道自己独自逃亡一事 以备揭发 当下拱手为理 急急赶回阴险下去了 只是一会儿残存属下 见他逃命回来 气氛之下不免上前为忧 到时他可要再找法子脱身了 事件了结 武定远松了口气 他抹去脸上血水 问向刘京 敢问刘总管 可是您传讯过来 要下官赶到此地的吗 刘京微微一笑 汗手道 这个自然了 若不是你这位天山传人出手 京城有谁挡得下 这只蒙古怪物呀 说着拍了拍武定远的尖头 神态甚是清热 看来刘京消息灵通 眼线遍布全国 还是靠着这名老太监的手段 这才保全京城无数百姓 江中这项人马温宣 定要自愧不如了 武定远对着刘京 向来是三分惊 七分怕 十分摸不着底细 他把身子一缩 攻身道 既然人返已然捕获 在下职责一惊 这便回京城去了 正要转身离去 呼听刘京笑道 别急着走啊 你的职责哪有这么容易尽呢 吴定远哪 天山里的故事 你难道忘了 吴定远听了这话 忍不住全身一阵 反身望向刘京 刘京微笑道 可否介意不出话呀 吴定远面色铁青 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明说 刘京眼光瞄过 那两名秃顶男子历时会议 当下快步行开 守住了死仇 吴定远见东场诸人 慎重若此 全身冷汗更是层层而落 是才他与萨摩爵战百合 尽管生死立派 尚且不曾如此紧张 足见他心中 对刘京有多么敬畏 寒风萧萧 落叶纷飞 天空挥埋一片 刘京肃然仰天 道 吴定远哪 咱家想请你杀一个人 此人高居庙堂之上 若无绝顶武功 绝难尽他身擒三尺 不知阁下意愿如何呀 吴定远倒退一步 看声道 啊 你要我杀姜冲 刘京没有回答 他回过头去 凝视吴定远的双眸 那眼神不像是求恳 倒像是一种期待 一种鼓舞 吴定远给他看得难受至极 低下头去 竟是喘息不定 刘京慢慢将目眶移开 淡淡地道 你别害怕 咱家绝非强人所难之人 你若不情愿做 咱家也不会为难你 吴定远听了这话 略略松了口气 拱手道 啊 多谢公公 刘京将身上香名的衣衫除下 露出里头的官府 他弯身脱衣 也不去看吴定远 静字道 算了 你自观走吧 不过 走之前 咱家先问你一句 你无端捡了这身武功 连蒙古来的绝顶高手 也抵你不过 你有没有想过 日后要做什么 就这样去救一个小小的智识 每日压凉压米 天山传人 身负天之道 却成朝廷圈养的一条走口 你说 可笑吗 吴定远呆呆地听着这些话 刘京走了过来 拍拍他的斤头 微笑道 也罢 就当咱家多说两句吧 也许你心中的道 便只有那么点高 就何必为难你呢 吴定远身子一颤 低头望着自己的右臂 面色苍白若指 刘京见他若有所思 只挥了挥手 道 你可以走了 吴定远仰起头来 傻是心有作感 他浮身下地 朝刘京拜了几拜 说道 刘大人 吴定远读书有限 很多道理是不明白的 吴定远的那点心血 也撑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 但我一生身为执法 便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请刘大人放心 我绝不会辜负这身武功的 刘京汉手道 嗯 很好 嗯 很好 咱家还是那八个子送你 一所当为 一然为之 吴定远听了这话 却不答话 竟向刘京 叩首三次 便自起身 临行前 两人眼神相对 啥事件 吴定远忽然懂了 宁不凡的心事 这世间的事非善恶 中间黑白 当正好难 刘京 江冲 这些人都不是他能懂的 也许连柳王天 杨苏冠 也不是他能理解的人 也许 做个小小的捕快 提着那把小小的尺 才是他该走的道路 吴定远叹息两久 向刘京微微一拱手 便自离开 眼看吴定远缓步离去 刘京看在眼里 也不阻拦 只是脸上神色寂寥 似有些俊了 一名秃顶男子走了过来 站在刘京身后 低声问道 刘大人 这人一想如何 可愿意赌一把 刘京凝望吴定远背影 却是贪了口气 那秃顶男子皱眉道 他不愿动手 刘京谈道 哎呀 硬要激将 他是逃不过我的手掌性的呀 不过吴定远太过忠厚 这次宫廷大战 何等为难 绝不能有所闪失 他武功虽高 性子 确实不喝呀 那 赵青霸仙留下的衣嘱来看 入屋他的传人一同举世 大势 决难进攻 吴定远若不于事 大人 却要如何打算呢 嗯 不打警 没有吴定远 我还有一步棋 刘京睁开眼来 遥望天际 道 此人千生反骨 命中注定 只等咱家点破关键之处 让他不得不凡 徒顶男子似懂非懂 却也不敢反驳 只是连连喊手 却说 卢元与顾千熙 乍得相逢 也是两人依依不舍 顾千熙这位官家小姐 竟而任性起来 只留了封书性交代 竟与心上人 一同南下认知 其实这回南下 别说卢元担心两地相隔 便连顾千熙也是安自忧虑 先看卢元做起事 乃那股执拗 却要顾千熙如何放心地想 此番道任 攸关卢元的幻海生涯 唐使他古怪脾气发作 行使一个不慎 别要给地方豪门排挤了 定会惹上无数纷争 也是为了这个理由 顾千熙方性已决 他只才随他过来 也好有个照应 除此之外 顾千熙自也有他女儿家的一些心事 那就不便明说了 义众人外貌英雀 官聚之舟 手握地方权柄 可又单身未娶 放着这等肥羊 江南不知有多少的狐狸精 垂先三尺 就等着过来宰杀 偏偏卢元又是呆头鹅 全不会应付女人 一个不留神 等返经树枝之日 说不定带个美貌的江南姑娘同归 到时 顾千熙的面上可难看得紧了 也是为此 才来个一步一趋 也好 究竟监督一番 车行好不快速 这日已在德州运河渡口不远 却也巧了 这运河不是别处 正是当年 卢元落难逃亡之地 卢元回想西年往事 只想平跳一番 便吩咐停车 自行站在高处眺望 顾千熙下车过来 轻声问道 怎么了 卢元望着来往南传 眼看景屋依旧 自己却从逃犯 摇身一变 成为朝廷指派的 支州大人 回思西年往事 不免满心感慨 他回首看着欣赏人 轻轻叹道 啊 当年 我从山东牢里逃出 便是从运河 一路成船南下 这才到了扬州 使得了你 这两年呢 真不知发生多少事了 顾千熙听他言语未然 当即安慰道 你现在啊 是堂堂的壮远郎 不日更要成为卢之州 何必还寄管那些 不愉快的旧事呢 为人不可望闻哪 我卢云出身寒见 今日虽小有成就 却绝不能安享富贵 却把贫寒岁欲的 良知良心给忘了 顾千熙听他这段话 灯石仰头看着他 满面爱怜 无意笑道 卢狼 你可知道 为何我会这么欢喜你吗 卢云想如母头 情长应对 身世粗疏 听得顾千熙呼出此言 不由微微一愣 道 啊 这 我 我 他见顾千熙笑盈盈地 看着自己 想起当年 灯会初次相遇的往事 便咳了两声 道 呃 该 该不会 是我菜迷功夫了得吧 顾千熙催了一口 面带红晕 道 你菜迷厉害 那日 要不是我在场呢 怕你还猜不出 那鸟窝掌中呢 卢云听他点破 当场甘笑两声 左右张望 只想来个顾左右 而言他 言见青狼 神色不安 左顾右盼 顾千熙伸手 刮了刮他的脸颊 奄然笑道 你呀你 真不知自己的好处吗 卢云咳了几声 甘笑道 我要是知道了 那还不妥善利用 也来当个风流卢之咒嘛 顾千熙听他提起杨苏冠 心下微微一醒 低声道 卢狼 你还在意杨狼中的事吗 卢云原本只是玩笑之言 来听顾千熙这么一提 眼前反而浮现出杨苏冠那张俊帘 想起这位同侪的种种强处 不由地叹了一声 摇了摇头 顾千熙见他未有促意 忙握住了他的手 微笑道 你心下可是堂堂的清点状元了 不管同谁相比都是毫不逊色 怎么还贪气呢 卢云听了这话 却只是摇了摇头 并不回话 顾千熙站到他身旁 两人并肩望着运河 天蓝若海 和尚阳光闪耀醒目 一时竟有些刺目 两久两久 顾千熙轻声问道 怎么不说话了 卢云微微苦笑 谈道 啊 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起杨郎中 他真是人中龙凤 我家世不及他 官品不及他 尽是阅历 容貌外表 无不甘拜下风 唉 我与他听插地远 每回想起来 总觉得好生惭愧呀 顾千熙听他如此说话 似乎人甘自卑 他有意激一激欣赏人 便弯下腰去 仰头望着卢云 微笑道 哼 你这话没错啊 说起杨郎中啊 他确实人中龙凤 文才武功 莫不是微真当事 这样的男子 很难不让姑娘们清心呢 你说是不是啊 卢云听了这话 猛地想起当日查谱里 杨苏关羽 欣赏人说话的情景 一时心坎里酸溜溜的 很难接受 傻时间撇开头去 往后推开了一步 顾千熙见情郎吃醋的厉害 自会食言 忙走了上来 凝望着卢云 轻声道 哎呀 说句玩笑话 你生气了 卢云低下头去 摇手道 千熙 跟你说正格的 既然羊郎中人品质般好 又如此欢喜你 你为何要委屈自己 与我住在一块呢 你有你的好处 他在墙上十倍 也不关我的事呢 卢云轻叹一声 他跳往远河上的来往翻影 正正地道 千熙 大师得羊郎中的那一日 我并没想过 要同他争什么 我自小虽不认分 但那只是读书人的硬脾气 其余生外之物 总要学着堪破 哎 人生不如意之事 这般多 若不放开胸怀 却要如何度过呢 顾千熙听他言语满是感伤 当下微微一笑 仰头望着他 道 你不该说这样话 即使争的是我 你也要退让吗 卢云一笑 那笑容略带苦涩 却是没有回话 顾千熙往前走上一步 紧握住卢云的手 柔声道 卢朗啊卢朗 杨苏冠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风流潇洒 温温如雅 就像是图画里走下来的人 可你卢云却是活生生的人 历经人情冷暖 是个饱受风霜的真男儿 说着紧挨着卢云的身躯 将脸颊贴在他的胸膛上 低声道 我之所以对你难以忘情 正是因为你这声凛然傲骨啊 顾千熙虽然行事大胆 从不拘泥世俗之见 但毕竟这两句话 涂漏了自己的心事 一时间难以掩饰修态 脸上满是晕红 说了这两句话后 身子更是娇柔无力 卢云啊的一声 心下甚是感动 眼见顾千熙面带娇羞 红扑扑地甚是可爱 她内心情动 忍不住也伸手出来 还住了欣赏人的仙腰 将她拉近了一些 两人身子贴合 紧紧相拥 卢云低下头去 靠在她耳旁 轻声道 千熙 卢某精神受你如此敬爱 真不知该如何回报了 这如何回报四字一说 那是认了声 在听卢某二字 倒像是道上弟兄 结伙杀人时用的称谓 正没半分像是爱驴 顾千熙听她说的太爷身份 不由得暗暗生气 当场横了她一眼 娇称道 你不必回报我了 只要你卢大人在我面前 收起那肤牛脾气 姑娘我呀 就息天息地了 卢云一的一声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心道 他不是爱我的傲骨吗 怎么这会儿 又不要我的牛脾气了 他正子猜疑不定 忽见顾千熙 翘脸一板 将她推开一步 忍生道 卢云 你听好了 你别以为我随你难下 便要认你整治欺辱 我先分数明白了 要不是那夜 你低声下气地 跑来我家 还装成老鼠的模样 躲在床下 我根本不会再理你这人 这你知道吗 卢云行下大惊 忍生道 这 真是这样啊 顾千熙哼了一声 道 哼 我还会骗你吗 他侧着脸蛋 伸出食指 轻轻抵在面颊上 皱眉道 只是 我一直猜想不透 不知你怎的开的跳 居然还懂得委屈自己 求姑娘原谅 卢云蓄了一口长气 宣思道 还好老天有眼啊 若非中海误打误撞 错有错着 把我藏在亲戚的床下 不然 我这番相思 定要付出流水了 顾千熙见他连排心口 好似十分清静 忍不住又白了他一眼 娇声道 你呀你呀 堂堂一个壮远郎 连写个情书也把 还弄成什么 西南排楼宋的奇怪文体 把人家当成名胜古迹的一样 真是莫名其妙的 卢云参笑一声 想起青众海的荒唐举止 忙摇手道 那是一场误会 顾千熙看了他心惊肉跳的神色 灯舌哼了一声 称道 哼 什么误会 这西角排楼 该不会是什么风月之地吧 那夜你和那性情的流氓 躲在我家楼下说话 我一听之下 就知道你已经学坏了 卢云啊卢云 你好得不学 竟跟这些流氓太宝困在一块 我不理你了 说着 心足一顿 气冲冲地掉头而去 卢云满脸尴尬 想道 哎呀 这西角排楼害人不浅啊 须得早些拆除才是啊 顾千熙 官家小姐出身 性子难免 强了些 卢云算是第一次灵教了 过去两人在扬州相处 只因卢云身份卑微 顾千熙怕说话刺伤了他 反而实施迁就 从不敢发生一顿脾气 但现象 卢云不再是小小疏童 而是那百姓景仰的支州大人 若要他屈炎成欢 那可不是他顾千熙行尸的调子 当下便来了个下马威 日后也好方便管教 卢云倒是聪明乖巧 眼看顾千熙为了他离家出走 正好再让他不快 便将昔日的狂妄给收了起来 一路上是加倍体贴 不敢稍微 路程中美誉名胜古迹 好山好水 必定是驻流良久 不带着一中人 赏景平调一番 绝不轻易离去 那小红本对卢云有些不善 待见小姐开心喜乐 对这位未来姑爷 便也换上了一副笑脸 平日血寒问暖 盛世乖巧 两人兴高采烈 轻车从简 不一日便到长州 行到县界 已是花灯初上 当地衙门的工人 早已前来迎接 足足练了两大队伍 卢云见他们神色恭敬 可有想到 自己当年 曾被这群虎狼 毒打的往事 请知宫门中人 面上一头 手下一头 他心怀戒神 当下无喜无悲 只淡淡地道 师爷是哪位 人群中 行出一名重年男子 攻身道 啊 骑兵大人 衙门师爷 今日有事 没能前来 卢云见这人容貌凶猛 便问道 阁下是谁 知州捶寻 那人急忙回话 小人是长州捕头 姓红 草字 鸣冲 卢云面色平淡 只微微点头 道 啊 原来是红捕头 顾千熙凑过头来 低声道 有些不对劲呢 信任知州上任 是何能重大的事呢 衙门里的师爷 怎敢不来 莫非有什么隐情吗 顾千熙自幼 便随父亲四处上任 向来熟知这些排挤事段 此时便出言提醒 卢云形象不错 若非师爷有什么不法事情 怕自己知晓 怎会不敢过来拜见 只是自己方才上任 倒也不忙着点破 当下挥了挥手 道 嗯 好了 既然师爷不在 咱们这就走吧 红捕头见这位 新任之州 神色不善 心下暗自害怕 只垂手道 啊 是 属下遵命 众人进到城里 已是傍晚时分 却见城门大啦啦的开着 全不见有人看守 如云曾随清仲海 远征西域 自是殊之军物 此时见城门未曾关闭 守城军事 更是毫无踪影 兴下不悦 陈声道 好一个长州 军物败坏至此 一会儿 我可得找团联的教头 向他问个明白 红捕头听他这么一说 知道团练地方的菜脚头要糟 他冷汗流了满身 心道 看来这位支州 不是个弄角色呀 我可要小心应付了 一旁车夫问道 启禀大人 咱们这过关文敌怎么办呢 卢元哼了一声 道 既然没人守城 咱们也不必交宴 这就进去吧 红捕头欲言又止 却又怕挨骂 低头领路 急急往前去了 车行入城 只见街上不少百姓 行来往去 阻了去路 红捕头呼吓平平 要百姓回避让道 卢元皱起眉头 掀开车帘 沉声道 咱们安安静静地进城 不许扰名 红捕头吓了一跳 行道 惨了 来了个自以为青年的长官 这这 以后有苦头吃了 他缩着头 苦着脸 镜子在车旁行走 顾千熙等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长州 个人坐在车里 不住地往外探看 想见识一下长州的风土人情 只见远处商家 轻奇招展 人来人往 四下一片热闹熏腾 端得是商业鼎盛 小红笑道 嗯 好一座长州城啊 我本以为 这儿是很荒凉呢 想不到这般繁华 好像花城一样 众人见四下 登井断带 美不胜收 听他用花城二字形容 都觉得极是贴切 顾千熙升头去看 只见四下名房 都已拉起彩灯 点上灯笼 将平级的街景 称得美轮美奂 忍不住笑道 真的好美啊 今日城里 可是有什么喜事吗 说着朝卢云看了一眼 眼中晕得 全是笑意 哪知卢云最是不解风情 看了满城灿烂灯火 不见赞叹 却只哼了一声 他向红骨头一瞪 冷冷地道 我上任这是衙门的事情 哪须张灯截彩 浪费工奴 这是谁的主意 红骨头吓了一跳 惊道 大人明察那 这不是我们干的呀 不是你们 那是谁弄出来的花销 这 只是城里一位 欧阳老爷要作寿 这才把长州 点碎成这个模样啊 卢云知道错拐人了 却只皱起眉头 不言不语 红骨头不知该说什么 心下暗自戒神 顾芊熙是官家大小姐 向来熟悉事故 当即打了个圆场 问道 这位红骨头 您是才说 城里欧阳家作寿 却是怎么回事啊 红骨头见来了个懂人情的 松了口气 又见顾芊熙端立大访 与卢元神太亲密 讲必 与这位冷面之州关系匪浅 当下笑道 这位顾奶奶好生高国呀 可是卢小姐呀 顾芊熙一听她称呼自己是卢家的人 一时芳心暗息 忍住了羞涩 然后她生平聪颖 也不知是要如何回答 一旁小红看了小姐的羞态 更是言嘴偷笑 却听到车里传来一声众横 跟着两道僧利目光射来 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卢元这星之州 又来发威了 只见她板着脸 僧然道 哼 红骨头休要拉拢人情 这位小姐是我家亲戚 你只管称她做顾大小姐 红骨头哀哟一声 心里慌不得的叫哭 千百遍的诅咒卢元 哎呦 连叫声顾奶奶也不成 这芝州 真是他妈的怪物呀 口中不敢违背 苦着老脸 低声道 哦 北纸见过顾大小姐 卢元故作俨然 点了点头 道 嗯 很好 她装了好一阵冷面 忽觉面皮紧绷 却是有些累了 便转头望向顾千熙 只见她转头向外 对自己全然不彩 那小红更是满脸的美好色 翻着一双小白眼 对她是直视视而不见 卢元兴下纳闷 想到 哎 她主播两人这是做什么呀 我头一天上任 千熙怎会忽然不高兴了呀 卢元自来 既丸且硬 仿佛石头一样 要她如何懂得女儿家行事呢 她称顾千熙是亲戚 那是认了声 日后下人官差 背后指指点点 都要说顾千熙来历不明 不受妇道 却要她如何是好啊 看着卢元满腹至国要职 却不懂得人情世故 等把欣赏人给得罪了 这一下真可要糟了 卢元探头探脑 物质在那儿猜测不休 顾千熙心下着实生气 暗道 卢元安卢元 人家问问的来历 你可以说是未问妻啊 再不可以说是表妹的 怎得用个不痛不痒的亲戚 你要不日后怎么做人呢 想起自己离家出走 居然只得了这等待遇 只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但此刻旁人在旁 脸上自不能露出气氛模样 只能强压悲愤 那红补头却远比卢元精明 他见顾千熙心下不悦 自管眺望远方 对卢元是不理不睬 心中便想 啊 这位姑奶奶 定是芝州大人的心上人 只是啊 这卢芝州是个脸弄书胜 满口白痴言语 这次惹她不快 看我来做个人情 想起日后得罪卢元之时 还要靠这位大小姐救命 忙向顾千熙 功臣哈腰 解为道 大小姐啊 方才您老人家问起欧阳老爷 可是要与咱们芝州大老爷 同去拜寿啊 您吩咐则个 小人定去安排 果然 这话一说 顾千熙便以微笑汗手 自来拜寿祝贺 定是至亲伴侣方能随行 红补头这话当真高明之志 不必刻意言明两人之间的亲密 却又能点名顾千熙 与卢元间不寻常的关系 既不得罪大人 又能讨好小姐 若无十年官场功力 绝技说不出口 听了这话 顾千熙大敢写着 早把气愤之情望得一干而净 他转头望向卢元 敲倒 怎么样 咱们这寿宴去是不去啊 话声未必 却见卢元和莱红薄头 面色阴沉 冷冷地道 这位欧阳老爷适合来历 可有做尽犯科的情势 顾千熙见情郎无辜发威 忍不住脸色惨白 他好端端问上一问 只想多认识地方人物 那小的卢元又让他下不了台 顾千熙一时又惊又气 一时泪水汪汪 顾千熙却不知晓 这卢元出身寒威 饱受富贵人家欺辱 自知地方官员与富豪人家 同流合污的丑声 此时他不如查明欧阳家的来历 却要他这个铁面清官 如何做下去 场面肃杀 红捕头见了蜘蛛的胸鞋 更是暗暗哀嚎 他攻身拱手 惨然道 骑兵大人 这位欧阳老爷 是西年朝廷赤锋的江南铸造 专在常州打铁 直到十多年前 才西夜收丑 这家人的打的铁 是远近驰铭 做的是正经营生 绝不是罪犯人家 卢元哼了一声 道 他可有欺压善良 逼迫百姓的豪门恶举 没有 万万没有啊 这欧阳家世举常州 乃是有名的大善人 平素阶级贫穷 早瞧铺路 这大弟子 更是咱们衙门的师爷 大人若是不幸呢 只管找个穷苦百姓一问 那就明白了 卢元哼他极力生辩 料之欧阳家 当非土豪猎生一流 他稍稍放缓了脸色 又问 啊 那咱们师爷与欧阳家有救 咱这位师爷 名幻拱志 断的是文武双全 精明干练 咱们师爷之所以没来迎接大人 正因为啊 他是欧阳家底子 只为打理师父授业 作业啊 出城去了 这才没来迎接您老人家 卢元放下心来 点头道 啊 原来是师父授业耽搁 去怪他不得 原本卢元甚是担忧 师爷私下微非作歹 只因心里有愧 这才不敢迎接掌官道任 听到实情如此 便也松了口气 卢元见红捕头满面惶恐 想起自己一再提防于他 不觉有些过意不去 当下收拾架子 温言道 看来这位欧阳老爷 非比常人 我明日是该去祝贺一番 也好向他请义地方名情 红捕头听他有意与欧阳家结交 不禁大喜道 哎呀 大人若肯驾铃 欧阳老爷定是欢喜无限啊 卢元查明欧阳家刑警来历 方才首肯诛咒 确实正直无私 矮明如此的心情 只是他全了这样 便少了内处 这番做作 却把欣赏人得罪了 果然顾千禧心中气苦 宣伺道 卢元爱卢元 你要东便东 要西便西 只管自己的面子 心里还有我这个人吗 他越想越悲 忍不住暗自戳气 卢元俯下身去 轻身向顾千禧问道 千禧 明日拜授 你可愿与我同去啊 顾千禧游在生气 冷冷地道 或者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亲戚 如何上得了台盘 你别这么说啊 你进度诗广 若能陪我同去寿宴 我也会放心许多呀 顾千禧哼了一声 一双妙目 只凝望着激情 却是不知可否 卢元情场上呆入木槿 当年保驾公主喝清 每一见她忽视小幸 总当伤风来看 此时见顾千禧没来由地乱发脾气 实在不知该如何招下 她左右探看车外 只想找出解威万法 忽见街上悬着几只花灯 心中陡声一记 忙凑过头来 柔声道 哎 千禧 你看那儿 正灯节踩的 都像咱们扬州的灯会啊 顾千禧一眼往外探看 想起当年与卢元初始的情景 倾向柔情互动 怒气略略平息 这招端是高明 称为老虎看花灯 自称病猫 一切要指 全在疑心传治 只想让你旧情绵绵 怒气全消 乃是杨苏关的生平绝活 谁知 卢元妙法领悟 竟也是无师自通起来 卢元见计策馆用 当时打拾随棍上 握住他的小手 轻声道 从京城到长州 这几百里路由你陪伴 当真好生快活 千禧 这几日我真是欢喜啊 这招称为 明百人说梦话 要你一发昏 要指 便在口寒蜜糖 逢击遍途 举凡天下女子 中了连篇梦意 无不思维深爱 行指若巅 已有杨苏关功力的 七成果后 然后他顾千禧 秉性聪颖 听了这等温柔 款款的说话 怕也要中骨 果见顾千禧生子一产 似乎大为感动 也是他生性温柔 乍听呆书生的心坎话 当时打动心中的白转柔情 想到 今日是卢狼上阵的日子 他十年寒窗 好容易有了精神 我实不该发他的脾气的 想着想 换上了爱怜横溢的身色 他见卢元 勿自握着自己的手 忙道 哎呀 有旁人在呢 你快别这样了 卢元却不缩手回去 只牢牢抓着他的小手 一副难舍难分的模样 顾千禧又羞又喜 早将气愤之情 抛到九霄云外了 小红见了两人的神态 只遮着双眼 在那歪嘴吐车 假错鬼脸 红捕头从车窗偷看进去 见两人和郝周初 心中便想 看来我这张嘴多或说呀 这三言两语 就让他两人笑盈盈的 嘿嘿 日后 只有买动这位芝州夫人 定有好儿子过了 他陪笑道 老爷夫人啊 不不不 大人小姐 欧阳老爷这几日做寿 这城里逐一布置 虽比不上扬州 苏州这些大城的风景 但与北方平级县相比 那也是了不起的地方 大人这几日难得清闲 定要在这小姐私家看看啊 卢元点头道 嗯 你说得不错 长州是我治下之地 我正该好好查看风土人情 红捕头嘻嘻一笑 心道 嘿嘿 买动夫人 这老爷便是长中物 看来这条铁绿准是没错了 自古官场应对 全是同样一套文章 不管是警衣卫统领 还是御前侍卫 定需好好详细这套秘籍宝典 看这位红捕头如此精明 日后定要官员亨通了 大车缓缓前行 卢元与顾千锡并肩而坐 心头身是田井 他看了一阵街景 又问道 明日欧阳府寿宴 几时开席啊 红捕头恭声道 回答人的话 时辰早定好了 明日身排开席 身排尚未还昏 竟在午后 未免有些早了 卢元不禁微感奇怪 便问 哦 怎么会这么早呢 此事大人有所不知 据拱师爷说 明日傍晚时分 欧阳老爷便要乘着 七十大寿的大好时光 重新让铸铁山庄开业 只为挑个良城及时赋业 他才选在生时开席啊 啊 原来如此 那既然欧阳家双喜临门 我可得早些过去瞧瞧 众人行到衙门 助手官差赶了过来 镜子在门口放起鞭炮来 炮竹身中喜气洋洋 如愿掩望大门 想起西年仓皇逃亡 不得平反 全是官府所害 谁知 今时今日 自己却难前来为官 他凝视衙门高寻的明警 内心打地主意 日后定续主持正义 为民除害 方不辜负这一生的报复志向 一行人匆匆看过衙门 便往官邸而去 两处地方相隔不远 只在咫尺之间 众人行到门口 红补头吩咐官差取出钥匙 谁知 过了两久 竟是迟迟找不出来 前任之舟早已离职 官邸已有半年无人居住 想来酒下定是因此疏忽 这才把琐事弄丢 红补头满面尴尬 向卢元一欠身 苦笑道 哎哟 惨了 这这钥匙不见了 他知这位卢之舟脾气不小 这下找不到琐事 定要重重挨骂 心惊肉跳之际 却听卢元微笑道 诸位莫慌 找不到琐事也不打紧 且让我来应付 卢元此时心情极佳 心前他摆着冷面 只是怕红补头 与衙门师爷 欺瞒枉法 此刻即知实情 他身性温和有理 哪里还会乱发火 他见琐事不见 却是丝毫不怒 向前一步 轻轻搂出顾千锡的腰 微笑道 千锡 咱们一起过去 你说好不好 顾千锡 见他在众人面前 与自己亲密 行下有情有习 已是满面娇羞 寻思道 这古板书生 可是吃错药了吗 居然不怕腼腆 他还没回过神来 卢元已是哈哈大笑 搂出顾千锡的仙腰 提起一纵 傻是如飞鸟般 越过墙头 顾千锡仍在半空 忍不住娇身惊叫 卢元微笑道 哈哈 以我守着你 你可别怕 他宁力屈膝 吐纳真气 将顾千锡横抱怀里 稳稳落下地来 红捕头也是血骨之人 眼见这墙有两人高矮 谁知 卢元竟能一跃而过 手上还带着一人 忍不住大声赞豪 高声喝斗 哎呀 蜘蛛大人 好轻功呢 红捕头叫得生死礼节 口中像是称妙 行下却是惨淡 这一下惨了 什么人不来 却来个恋家子当上司 以后他若整起我来 我这条老命 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他从城门一路 心惊胆战地行来 从最早的 我有苦头吃了 一想到如今的 我死无葬身之地了 直被这位兴刃之舟 吓得是 全身发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